我們發覺現今當代的兒童和青少年 他們的身高比以前有明顯的長期增長趨勢 而我們也認為1993年的生長途票 未必適合用於現今當代的兒童和青少年 他們的生長監察和評估 我們也留意到世衛2006的生長途票 在其他國家都有使用 而我們第二階段的研究的調查結果 也顯示到我們本地0至5歲的兒童的生長數據 和世衛2006的生長途票是吻合的 相對於世衛2006的數據 香港的小朋友 他的出生和至到兩個月大的這段期間 他們的體重是稍稍輕了一些 而香港的小朋友在3至5歲 尤其是女生 他們的身高也稍稍矮了一些 我們生長研究的建議有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就是香港需要制定一套新的生長途票 去監察兒童的生長 第二就是香港2020的生長途票 是適用於0至18歲的香港兒童和青少年 世衛2006用於0至5歲的香港兒童是適用的 特別是0至5歲的非華裔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的臨床資訊系統也比較方便 同時傳方香港2020和世衛2006的數據 在我們的資訊系統裏面 可以更能夠讓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 可以去選擇 合適兒童使用的一個生長途票去做一個評估的 衛生署的母英健康院和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我們將會採納香港2020的圖票 分別是在0至5歲的母英健康院使用 以及6至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 在學生健康服務中心使用 如果有需要的話 母英健康院的醫護人員 也會使用世衛2006去評估0至5歲兒童的生長 尤其是一些非華裔的小朋友 在今年的7月 就會在母英健康院使用新的生長途票 而在今年的9月 就會在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使用我們新的生長途票